我是主播赏心情 今晚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崔莺莺 无论何时 女人在爱情里一定要保持清醒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在原距繁盛的元王朝 筷子名篇如蜀家珍 汉宫秋 梧桐雨 斗鹅渊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而在那浩若繁星的《原距星空》里 《西香记》的故事可以说是家与户晓 一般戏剧里扮演的角色往往是虚构的 但崔莺莺是历史上却有其人 只是真实的莺莺与戏剧形象有着云泥之别 她不是一个软弱悲蹄的千金小姐 面对爱情 她始终把主导权攥在手中 懂得为幸福而争取 视为唐代女子的典范 她虽是一个多情至情的女子 面对父亲薄情郎 她敢爱敢恨 从容明达 彰显出贵族女子的气度 她始终清醒 温柔 一尘不染 她就是唐代大诗人袁枕笔下 莺莺专理 鲜活而真实的崔莺莺 而袁枕正是《西香记》的男主角张生的原形 唐真元年间 袁枕借居在浦城的浦旧寺 恰巧此时 崔莺莺随母亲和弟弟也住在寺中 当时蒲城主帅去世 乱兵趁机四处抢掠 崔莺莺家道中落 但亦有一些家财的 幸而袁枕在军中有故交 得到庇护 崔家才免遭劫难 崔老夫人感激袁枕的恩惠 于是摆酒席宴请她 并让自己的一儿一女前来败谢 那天 春风和暖 邂逅相逢 但春风时里不如催莺莺 远枕对莺莺一见倾心 她魂牵梦迎着灵溪会侠的家人 梦想花前月下 梦想琴瑟和鸣 于是迫不及待地写情诗 托红娘赠予阴阴阴藏柳暗 无人雨 唯有墙花满树红 深怨无人草树光 江阴不语 趁阴藏 圆枕把阴阴的名字 嵌入诗句 如花美眷 浅犬婉转 带月西乡下 迎风护半开 拂墙花影洞 一世玉人来 阴阴回诗一首 字字藏情 芳心暗许 含蓄而绝美 圆枕独霸 满口余香 喜不自生 后来发生了一件 叫做赖姐的事情 那晚 圆枕翻墙而入 英颖却端服颜容 大义凛然地 训斥了她的行为 在封建理智下 英颖身为名门闺秀 她一定有自己 放不开的矜持 顾虑和羞怯 她犹豫 她迟疑 她困惑 但她更是满怀一腔 真情和勇气 爱情是神圣的 无需掩饰 最终自荐枕席 成就雨水之欢 人们总在尽力证明 自己多么清新脱俗 可我本就是个庸人 花好月圆夜 我倒极想同你一起 落入那些凡尘俗套 又有什么不好呢 崔英颖在选择爱 确认爱以后 爱得毫无保留 义无反顾 她大胆追求 自己人生的幸福 把决定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为自己的人生而活 清醒地活 清醒地爱 面对繁花似锦的世界 女人要勇于去争取 去唱和 去憧憬 活出漂亮而洒脱的人生 自那天以后 袁枕和崔英颖 频频约会 才子佳人 家傲天成 海誓山盟 同心同命 她抚琴未君心 她吟诗薄欢心 她懂她的得意 和苦闷 她悦她的聪颖 和灵气 如果从此天涯相随 一切该是多么美好 生活不是演戏 没有西乡记中 崔老夫人的棒打鸳鸯 他们两人 也未能有情人 忠诚眷属 生活更戏弄人 原诊要进京 求取功名 所以他们的离别 依然是无法改变的悲剧 原诊自父经应事后 因其文才卓著 得到经兆尹 伟夏卿的赏识 当时伟氏一族 是唐朝的权贵大族 原诊为锦绣前程 而迎娶了 伟夏卿的女儿伟从 这期间 这期间 崔英颖 既信和玉环等物给原诊 玉 取其坚韧不渝 环 取其始终不绝 义者 君子如雨之针 彼智如环不解 这其中的一厢深情 却抵不过原诊的 一番权衡 她终究是 使乱中弃了 崔英颖 原诊 负心薄信 自私自利 甚至 反乌崔英颖 使祸国败身的 红颜祸水 女人在爱的时候 往往倾注全部的感情 很难保持清醒 看清 对方是怎样的一个人 成熟且聪明的女人 无论爱情到什么时候 都要保持一份清醒 给自己留一方余地 当一人不输 及时止损 适时放手 是对自己的负责 也是一个女人 在爱情里 要对自己 用得清 幸运的是 崔英颖是一个 聪慧冷静的女子 她早已预料到 会有这样的结果 但 她享受过程 无谓结局 原诊另娶他人 英颖 溢嫁了别人 后来 原诊到崔英颖夫家 以其表兄的名义 想见她一面 崔英颖将她拒之门外 坦荡磊落地说 我并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而修于和你见面 是你应该修于和我见面 忠兴在《明源诗规》中说 崔英颖修不畏情事 不会重见 畏郎修郎 只欲使其自愧而 决之之意 以奸 物是人非 事事休 欲宇泪先流 崔英颖 在被所爱之人 遗弃的日子里 一定是 伤过 痛过 怒过 怨过的 过往种种 早已黯然失色 她在看清了 所托非人后 保持了清醒和理智 捍卫了真心和尊严 既不回头 何必羁绊 对对错错 水过无痕 明昔何昔 均已末路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女人 要保持自己 在爱情里的清醒思想 不要一味地 又于爱情迷失自我 你若不离 我定不弃 你若弃之 我也绝不藕断丝连 不要给别人 二次伤害自己的机会 你要相信 迷失了 总有一条路 可以重来 痛苦了 那是正在成长 终将迎来新生 但若执迷不悟 只会把自己 推入乌涯的苦海 及时清醒 懂得自爱 是女人 该为自己的一番情 这样的女人 才能继续 光彩照人地 好好生活 半遇天明 半未明 醉闻花器 睡闻樱 很多年后 又是一个 迎满花香的春日 袁枕在某个清晨醒来 她听见 远方传来的小钟声 无限怀恋着 当年的阴影 或许 袁枕后悔过 自己放弃了阴影 所以她写了阴影传 来纪念她们的爱情 可那又如何 她的爱情之花 注定开得破败 因为欲望的狂风 随时可以摧拜她 相比 《西乡记》中的 崔阴影 真实的崔阴影 活得更加通透和清醒 三毛说 人的追求 并不只有 那么一条狭路 怎么活 都是一场人生 不该在这件事上 谈成败 论英雄 人 要清醒地成长 清醒地抉择 清醒地 往前走 可以唏嘘感叹 但不必流连沉溺 烦恼丢掉了 才有云淡风轻的机会 没有风花雪月 日子也可以过成诗 此时虽落寞神伤 但笑起来就有好运 请在爱情里 做一个清醒的女子 爱时用情待人 爱错用情待自己 不辜负 往后余生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诗店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 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赏心情 我在美丽的渤海之滨 山东龙口 向您道声晚安 晚安咯 用我的声音 让您安静而风盈 感谢观看